一生一世,终于定档了,在9月6日,大家就能够看到现代片的陈氏夫妇,经历了前世片的惨死结局,如今观众迫不及待想要看到周生辰跟十一一路撒糖。 幸运的是,官博大方晒出预告,观众有眼福了。 一生一世,人气爆棚,官博刚宣布定档的,热搜榜已经出现相关热搜话题,比如一生一世很甜,这回吃瓜路人都要好奇了, 到底一生一世,凭啥吸引一波观众的注意力呢? 小说剧情高能还原,好甜,然而纵观整个影视圈,其实剧情,选角,小说还原度才是观众们关心的问题, 如今一生一世定档来袭,预告暴露了超高还原度。 上一世小男陈王周生陈踢鼓而死,十一跳楼而死,观众们都期待二人下一世的初见。 但作者脑洞不错,愣是在人来人往的机场设置了初见。 周生辰跟十一在茫茫人海中对视,这种场面太玛丽苏了。 前世今生,十一都在写上林副,这种细节太讲究。 有一说一,编剧过于用心,这种小说剧情高度还原,大家想追剧的心更加拦不住。 一生一世剧中,周生辰要继承家业,只不过他首先要成家,对此周生辰选择跟十一先婚后爱。 值得一提的是,借着内部刻画的细节满满,书粉们被满足了。 周生辰是一个很守时,观察细微的人,每次他送女主十一回家之后,他都会在楼下不动声色观察十一的洗漱时间。 而导演将这种细节都翻拍出来,观众有眼福了。 周生辰跟十一订婚之后,两人约会,只不过在游船吃饭过后,恰逢大雨,两个人都被淋湿了。 但周生辰选择将外套披在十一身上,并且将自己的备用衣服留给十一。 这种场面也被翻拍了,书粉们再一次坐不住了。 怪不得一生一世定当之后,大家对超田预告毫无抵抗力, 原来编剧跟导演都在用最大能力还原一生一世的名场面, 换言之一生一世绝对是死忠粉的天堂。 当热搜榜出现一生一世的名字,不少网友直呼想追剧。 值得一提的是,一生一世,预告不是一般的甜。 陈时夫妇结婚之后,其实两个人都是感情小白, 二人根本不懂热恋情侣的操作。 有趣的是,十一十分大胆,他主动亲吻周生辰, 虽说管家有点爱眼,但恩爱程度拉满。 十一自带前世记忆,因此他很珍惜跟周生辰相处的每一刻, 只要爱意上头,十一都会主动献吻。 有一说一,一生一世剧中的吻戏很多,观众能看过瘾了。 周生辰很懂化学,但对于情爱,只能说他一窍不通。 因此,十一只能主动出招,并且引导一些不可描述的情节, 总之预告信息量爆棚。 那么,一生一世填度超标,观众们哪能坐得住, 反而在线直言,想追剧的心拦不住, 预告填到我了,坐等新剧开播。 一生一世,因为超高还原度, 原班人马助阵,细节高能,恩爱戏马加倍, 估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想追剧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